胡锦涛分别会见前来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马里总统 塞什尔总统和亚美尼亚总理 温家宝在玉树地震灾区指导恢复重建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以下时详细报道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开幕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参观了上海世博园部分展馆 党和国家领导人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 也分别参观了上海世博园 威然耸立的中国国家馆东方之关 是世博园内一座宏伟的标志性建筑 胡锦涛等领导同志都兴致勃勃来到这座红色建筑参观 在展现中国北宋时期 城市繁荣景象的动画版清明上河图长卷前 在回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市民家庭客厅 陈设变迁的复原场景前 在表现同一屋檐下 社区居民和谐相处的多媒体综合展示前 领导同志驻足观看 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充分肯定中国国家馆用形象生动的手法 显示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中华智慧 反映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环绕中国国家馆分部的31个省区市展馆 和香港馆 澳门馆 台湾馆 从不同角度对上海市博会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进行了生动演绎 有的馆突出展现本地自然风貌 民俗风情和特色文化 有的馆集中展示科技进步的新成就 有的馆充分表达对绿色发展低碳生活的热切追求 有的馆精心描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展望 领导同志走进一个个展馆 边看边听边问 亲身感受每个展馆的独特魅力 勉励大家做好展馆管理和服务工作 在世博会这个平台上做出精彩展示 在一面屏幕墙上 有一棵在掌声中会迅速长大的绿树 胡锦涛和大家一起鼓掌 鼓励人们共同努力建设绿色家园 胡锦涛一直牵挂着青海玉树地震灾区 特意来到青海馆参观 得知青海馆的主题是中华水塔三江园 他嘱咐青海的同志 在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 不仅要让灾区人民生产生活上一个大台阶 而且要让三江园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上一个大台阶 切实保护好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源头 千姿百态的外国和国际组织馆 是上海世博园的靓丽风景 在一个个风格迥异的展馆里 工作人员热情地向胡锦涛等介绍展览情况 美国馆播放的美国各界民众 对上海世博会的祝福短片 俄罗斯馆营造的充满童话色彩的儿童花园城 英国馆用六万余根触须状透明杆组成的种子圣殿 法国馆陈列的梵高罗丹等艺术大师的不朽名作 意大利馆推出的太阳能汽车等高技术概念产品 沙特阿拉伯馆中极富震撼力的世界最大三维影院 非洲联合馆处立的大型雕塑墙 非洲的微笑 这一个个亮点让人流连忘返 领导同志称赞这些展馆构思巧妙寓意深刻 并表示相信通过上海市博会一定会增进中国人民 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在主题馆区和城市最佳实践区 领导同志通过看视频 听介绍 互动体验等方式 同大家一道回顾国内外城市文明发展轨迹 详细了解一些城市在规划 建设和管理方面 的成功做法和友谊经验 共同畅想城市发展的未来前景和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在企业馆区 领导同志仔细查看先进技术产品 感受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 希望企业在推进城市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 发挥更大作用 上海市博会专门为残疾人设立了生命阳光馆 这在市博会历史上是第一次 胡锦涛在参观生命阳光馆时深情地说 设立生命阳光馆很有意义 体现了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 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 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位残疾人的心灵 参观结束时 领导同志称赞上海市博园 主题鲜明 内容广泛 建筑别致 展览精彩 确实是不同国家和地区 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舞台 胡锦涛特别叮嘱上海市博会组委会 有关负责同志 一定要全力以赴 精益求精 协调一致 善始善终 做好上海市博会举办期间各项工作 坚持安全第一 服务至上 真正把上海市博会 办成一届成功 精彩 难忘的市博会 胡锦涛请组委会负责同志 转达对参加上海市博会 运营服务保障的全体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的诚挚问候 参观上海市博园的领导同志还有 王刚 王岐山 刘云山 李元潮 于正生 郭伯雄 何勇 令计划 王沪宁等 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上午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仪式 欢迎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纳希德总统适应胡锦涛主席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上海市博会有关活动的 欢迎仪式后 胡锦涛同纳希德举行会谈 纳希德热烈祝贺上海市博会隆重开幕 胡锦涛表示相信 本届市博会将为中马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 创造新的机遇 胡锦涛指出 中方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 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 中方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同马方一道努力 推动中马牧林友好合作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一是加强友好交往 增进理解信任 两国领导人可以利用各种场合保持接触 两国政府议会政党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 二是拓展经贸合作 汇集两国人民 中方将继续采取措施 增加自马尔代夫进口 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马尔代夫投资兴业 三是坚持优势互补 扩大人文交流 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公民赴马尔代夫旅游 将为更多马方留学生来华学习提供帮助 四是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 胡锦涛指出 中国政府充分理解马尔代夫等小岛国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关切 愿意同马方加强对话和合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纳西德表示 马中建交以来 中国对马尔代夫经济社会发展 给予大力支持 马方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马尔代夫十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愿意在渔业旅游业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 马方十分赞赏中方为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做出巨大努力 愿意加强双方协调和磋商 国家主席胡锦涛 今天上午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仪式 欢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莫里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莫里总统适应胡锦涛主席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 欢迎仪式后 胡锦涛和莫里举行会谈 莫里表示 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博会 发展中国家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胡锦涛表示 中方欢迎并积极协助太平洋岛国集体参展上海世博会 相信这将为太平洋岛国地区走向世界 打开新的窗口 胡锦涛指出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 中方愿意同密方一道努力将中密友好合作推向更高水平 一要密切政治关系加强高层和各级别交往 二要进一步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务实合作 三要扩大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 中方将继续通过政府奖学金项目 帮助更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青年学生来华留学 四要加强多边框架内的合作 莫里表示密中两国关系无论在国际和地区层面都堪称样板 希望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 把两国合作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密方愿意同中方一道 加强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互利合作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十分重要 密方赞赏中方在这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莫里重申 密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 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上午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仪式 欢迎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牧哈梅多夫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仪式 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市博会开幕式的 欢迎仪式后 胡锦涛同别尔德牧哈梅多夫举行会谈 别尔德牧哈梅多夫热烈祝贺中方 成功举行上海市博会开幕式 胡锦涛感谢土方对中国举办上海市博会的大力支持 欢迎土库曼斯坦各界人士前来参观上海市博会 胡锦涛指出中国是土库曼斯坦为真诚的朋友 可信赖的伙伴 新形势下中方愿意同土方一道努力 本着高度互信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精神 推动中土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 胡锦涛就此提出重要建议 一是加强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 二是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源合作 三是拓展合作领域开展全方位非资源合作 四是在联合反恐打击跨国犯罪 执法能力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 五是扩大人文合作夯实友好基础 比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 土中关系发展顺利 两国友谊牢不可破 土方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推进国家统一大业 土方愿意同中方一道努力 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加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把两国关系推向新的水平 令计划 王沪宁 戴炳国等 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国家主席胡锦涛 今天下午在上海分别会见 前来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 马里总统杜尔 塞什尔总统米歇尔 和亚美尼亚总理萨尔吉祥 三国领导人对中国成功举办 上海世博会表示热烈祝贺 胡锦涛感谢三国 对中国举办上海世博会的大力支持 相信上海世博会将增进各国人民 相互了解和友谊 在会见马里总统杜尔时 胡锦涛指出 中马关系坚实牢固 两国人民有益深厚 今年适逢中马建交五十周年 中方愿以此为新的起点 同马方一道 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保持交往势头 增强政治互信 夯实中马关系民意基础 本着互利互惠共谋发展的精神 统筹规划双边合作 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领域 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扩大人文领域交流 中方将继续向马方提供人力资源培训名额 杜尔表示 胡锦涛主席2009年对马里进行历史性访问 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 今年是马里独立五十周年 也是马中建交五十周年 马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 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各领域合作 马里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在会见赛舍尔总统米歇尔时 胡锦涛指出 中赛建交三十四年来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两国始终真诚友好平等相待 相互帮助共谋发展 中方愿意同赛方一道努力 推动中赛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 一是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 就两国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 加强双边政治磋商 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 加强沟通和协调 二是扩大经贸合作 中方将按时保制 完成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 和双方商定的合作项目 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 参与赛舍尔经济建设 三是继续积极推动 人文领域交流 米歇尔表示 中国是赛舍尔的好朋友 好伙伴 赛方愿意同中方一道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两国友好关系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 沟通和协调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赛方将一如既往 坚定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会见亚美尼亚总理 萨尔基向时 胡锦涛表示 建交18年来 中亚两国始终平等相待 相互支持 真诚合作 互利共赢 中方愿同亚方一道努力 密切高层交往 加强沟通和磋商 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 协调和合作 扎实推进能源 通信 电力等领域合作 不断扩大合作规模 提升合作水平 加强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 相互了解和友谊 萨尔基向完全同意 胡锦涛对两国关系的评价 和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意见 他表示 亚方高度评价中方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感谢中方对亚方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亚方愿同中方一道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深化务实合作 加强人文交流 余正生 令计划 王沪宁 戴炳国等参加上书会见 5月1号至2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再次赴青海玉树地震灾区 指导灾区恢复重建工作 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 解放军职战员和武警 公安消防官兵表示亲切慰问 温家宝一下飞机 就赶赴射在截谷镇赛马场的 北京军区某部方舱医院 详细查看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情况 温家宝对医务工作者说 你们救死扶伤 为受灾群众服务 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 灾区人民感谢你们 党和政府感谢你们 随后 温家宝又驱车两个多小时 前往海拔4300米的龙堡镇 看望慰问群众 温家宝对聚拢过来的村民们说 地震夺不走我们的意志 灾难会过去的 但我们从灾难中得到的进步 永远不会过去 玉树不倒 玉树长青 截谷寺是玉树地区 藏传佛教影响最大的寺院之一 地震中八名僧人遇难 寺庙建筑损毁严重 温家宝高度评下了广大僧侣 在抢救人员 安抚群众 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方面做的工作 温家宝说 在大灾大难的面前 我们确实感受到 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感受到 各族人民团结的宝贵 各民族团结起来 不同信仰的群众团结起来 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灾害 考察中 温家宝连夜主持召开会议 研究玉树灾后重建工作 并做重要讲话 散会后已是深夜 他又步行来到设在 玉树州体育场的医院 看望伤员 慰问医务工作者 温家宝一直牵挂着地震灾区 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今天早上 在玉树第三完全小学 温家宝手持一束白花 缓步来到学校的废墟前三居公 悼念在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们 温家宝还看望了 正在高考帐篷中复习功课的学生 温家宝说 在你们人生新的起点即将到来的时候 遇到了一场灾难 这是终身难忘的一刻 希望你们以百倍的努力 刻苦学习 将来为祖国 为家乡的建设做出贡献 一个新的玉树 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会在你们手中建设起来 当你们思念亲人的时候 你们心里就应该默念的 我要努力 我要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一号晚在青海玉树主持召开会议 研究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他强调 我们必须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以更加完全的精神 更加精心的组织 更加细致的工作 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科学依法统筹做好 抗争旧灾和恢复重建工作 让灾区人民满意 让全国人民放心 温家宝对前一阶段 抗制救灾工作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 下一阶段灾后恢复重建 要着眼于预复的战略地位 和长远发展 切实做到 与加强三江元保护相结合 与促进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与扶贫开发和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相结合 与体现民族特色和地域风貌相结合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使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 并超过灾前水平 建设一个生态美好 特色鲜明 经济发展 安全和谐的社会主义新预树 温家宝强调 今后的抗震救灾工作 重点放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安置好 受灾群众生活 要进行全面摩查 确保每一位受灾群众 都能有基本生活保障 尽快将国家有关灾区 三雇人员生活补助 遇难人员家庭服务金等 救助政策落实到位 二是切实加强灾区 卫生防疫工作 确保大灾之后无打疫 三是全力保障基础设施 恢复正常运行 四是尽快建立正常的 生产生活秩序 切实做好灾区干部群众的 心理抚慰和公共安全工作 增强灾区群众的安全感 五是做好灾害评估工作 六是抓紧编制 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工作 七是研究制定 支持灾后重建的政策措施 八是科学组织实施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 力争三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 基本完成 九是促进民族团结 进一步事业发展 进一步拥固和发展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 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抗争救灾 总指挥部总指挥 回梁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决定 从5月10号起 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款准备净率 0.5个百分点 农村信用社 村镇银行暂不上调 世博会开源第二天 上海依旧和昨天一样 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今天世博会总共是发售了 指定日门票35万张 客楼压力不算小 但是我们在这里 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对于游客的服务和引导 更加的规范有序 游客在等待入园的时候 可以从志愿者手中 免费领到两样工程 一份园区的导览图 还有今天园内的节目单 这样进度就不用在四处找了 高科西路出入口 排队人员较多 而园区内的广播 也随时引导游客 到人少的入口处排队 在每一个安检口 同时设置了两名安检员 安检的速度 比过去也提升了一倍 今天在园区内 记者还发现了 增加了许多机动车 而根据公共交通客流分析显示 世博库的分线运力 有较大剩余 现在参观世博园 很多人选择了自带食品 来解决午餐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 就是在世博轴下面 在这个阴凉的地方 我们注意到 很多的人已经围坐在这里 一家人才开始吃饭了 中午12点半 在一家快餐店门口 记者并没有看到排队的现象 店家告诉记者 这两天餐厅食品配备充足 游客不必太过担心排队的问题 中国馆每天的游客数量 已经达到4万 由于场馆面积大 因此消防安全工作 成了重中之重 临时它可能会有一些 可兰的垃圾 其他的这个材料 它会随手